我们预计大约有50间中学或者小学参与这个私教计划 电子教科书市场能否成功推行呢 一定是视乎学校是否愿意使用 但是我们不会一刀切地强制学校推行这个电子教科书计划 我们而是按照师生的能力和学校的准备程度逐步推行 其实我们推行电子教科书市场开拓计划是一石二鳥的做法 一方面可以启动新市场 另一方面可以优化教育学 我们没有计划是政府自己出教科书 如果政府出教科书的考虑是什么呢 我刚才也说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自由经济 现在有这么多书商 我们是否明明禁止它不让它出书呢 而且政府如果在这方面做 我们招标主要都是现时的服务提供者 所以在这里引进不了其他新的行业人员